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來做這個外型的設計 首先你已經完成了這個零件的組裝 你已經完成了零件組裝之後再來做外型設計 那剛剛我們看講到這個外型輪廓 要切斷的外型輪廓我們在Unshape裡面去畫 那不切斷的線條我們在那個雷射切割軟體裡面 RD-Walk裡面去畫 因為這個RD-Walk軟體可以畫線 而不切斷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身體的造型設計要怎麼去做 我們身體的造型設計我們先講第一個方法就是自由設計造型 那我們可以打開Unshape的這個 這個圖檔老師給你們下載的圖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他主要的造型 我們主要造型先從身體的側板來做 那我們這個身體的側板是一個草圖 我們打開這個草圖 暗華鼠右鍵 正視於草圖裡面 好那這個外型的繪製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不規則曲線來繪製他 好我們選擇不規則曲線 那我就很快的畫一個 隨隨便便畫一個東西好了 不一定像什麼東西啊 隨便畫 那這就是不規則曲線 那這個輪廓的話呢 這個輪廓要包覆我們的骨架 包覆我們的骨架 然後 這樣 這是什麼東西啊 OK 好了這樣完成了嗎對不對 那完成了之後呢就有個外型輪廓了 那這個外型輪廓 完成之後你可以去做一些調整 不好意思 這個地方是復原 外型能夠完成之後你把這個不規則曲線的功能取消 螢幕上的點 你可以再調去調他的位置 去拉去動 去調他的位置 隨便你 OK 那有一些形狀呢你會發現 老師有些形狀怎麼不是我想要的 那怎麼辦 怎麼拉都拉不到我想要的形狀 那就表示你的點太少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加點 加點 加這個不規則曲線點 那你要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 你加上了一些點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取消 取消 接下來就可以變移動的功能 你加了一些不規則曲線點之後呢 他就會 有更多的彈性可以調整 這邊 你可以看你的需要 加上你想要的點 也不要加太多了 加太多你會很難掌控 那在加這些點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點 不要跟原有的點 去做 做一些 對齊 你在加點 在跨點的時候 不要跟原有的點 去做對齊的動作 不然他們會連動 會連動在一起 那我現在就 隨便畫 這是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泥士湖水怪 同學想像力蠻好的 我隨便畫的話 你們都可以 你們都可以看出來是泥士湖水怪 蠻厲害的 我是亂畫的 純粹亂畫 因為我們節省時間 就畫到這裡就好了 OK 那我畫完了之後 對不對 這外型畫完了嗎 那我就按打勾 打勾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組合圖 形狀沒改變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我們畫出來的草圖 我們沒有把它擠出 所以各位同學請看一下 接下來這個擠出這個地方 我們要修改一下 我們點兩下 打開這個擠出這個動作 目前擠出是不是只有擠出這些面而已 這些面有沒有擠出 沒有 所以我們在擠出的這個動作再把這個面再加進去 看出來嗎 多加了這個面 你把它這個再刪掉你就看得出來它的差異了 所以記得要把擠出的面再加它 再加它之後呢 大家打勾 這個形狀就擠出來了 那我們回到這個組合圖來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一個新的造型就呈現出來了 你說老師 這裡怎麼有一個圓孔 這個圓孔是我們刻意安排的 因為我們以前沒有沒有做造型的時候 這個轉軸怎麼動怎麼動都不會碰到 都不會去擋到 可是我們做了造型之後這個轉軸在轉的時候 它必須要有空間 它必須要有活動空間 所以我們在這個側板的這個草毒裡面 事實上已經有先畫好這個圓 這個圓的位置請你不要去更動它 它的位置跟大小不要去更動它 這樣子就可以 做成一個 身體的造型 那有一些地方你可以自己再加 比如說你想要它有眼睛 那你可以在那邊加個眼睛 不過這邊所加上來的眼睛 它是會挖空的 它不是畫線 你看一下它是會挖空 它是會挖空 這樣子 如果你想要的結果不是挖空 而是要畫線 那你就要去 RD或雷切軟體的地方再去加 這樣了解吧 你如果在這邊加 它就是挖空 OK 會了 好 那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編輯的功能 那這個草毒的話 我們也可以把它刪掉 刪掉 刪掉這樣子 OK 那老師剛剛有講說 我們在畫線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不規則曲線在畫的時候 你不要去 不要去做到對齊的動作 比方說你在畫的時候 你不小心去做了對齊的動作 那它會以為你要對齊某個特定地方 那這樣有什麼不好呢 它如果要求 它如果以為你要對齊某個特定地方的話 像這樣子 那將來 將來我們要把這個取消 將來我要移動這些點的時候呢 它就會 有沒有發現 它就會發現什麼 它會出現一些奇怪的連動 有沒有發現會出現一些奇怪的連動現象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在畫線的時候 我們有刻意去做對齊了 所以如果有遇到這種 會連動的點 要代表這個點 當初畫的 不好 那請你把這個點怎麼樣 刪掉 單獨刪這個點就好了 單獨刪這個點 OK 就是單獨刪掉這個點 然後你可以再加新的點去 總而言之我們在畫線的時候 我們盡量不要讓這個線 跟原本的線條有連動 那這樣你再調整它的乳酷的時候才不會出問題 好 那以上就是 這個 身體的外型的設計 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